有缘人 当我们谈到有钱人时 你会想到什么? 是乘坐私人飞机 穿着顶级奢侈品 住在豪华别墅的富豪 还是低调形式 不显山露水的隐形富豪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真正的富人 尤其是那些已经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人 往往选择了一种非常朴素 甚至可以说是装穷的生活方式 这种现象看似违背直觉 但背后却蕴藏着深刻的智慧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为何有钱人选择低调 为何他们装穷 皆是其中的心理、经济和社会因素 第一部分 装穷 财富表象背后的保护伞 比尔、盖茨的低调生活 比尔、盖茨无需多介绍 这位微软的创始人曾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 但奇怪的是 他的生活方式却相当低调 有人曾经拍到他在排队等候一份汉堡 不是VIP房间 不是奢华餐厅 而是在一家街边快餐店 比尔、盖茨的穿着简单朴素 没有奢侈的手表或名牌服装 而他最常驾驶的车辆也是一辆普通的汽车 他并不炫耀自己的财富 而是选择低调行事 为什么? 比尔、盖茨说 我不需要为了取悦别人而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装穷? 对很多有钱人来说 装穷并不是一种掩饰 而是一种保护机制 在现代社会 财富容易吸引过度的关注 误解甚至妒忌 装穷不仅帮助他们 远离这些负面的情绪 还可以让他们更自由的生活 以免受社会压力和关注 财富带来了名誉和光环 但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期待和压力 人们期望有钱人出手阔绰 挥金如土 甚至他们的朋友和亲戚 也可能期待得到各种形式的资助 为了避免这些期待和麻烦 很多富人选择隐匿自己的财富 减少外界对他们的关注 二 安全考虑 财富的曝光 有时会带来人身安全上的危险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富豪可能会成为绑架 勒索等犯罪活动的目标 因此 保持低调 不炫耀财富 能够帮助有钱人 免受不必要的困扰 三 忠于自我 真正富有的人 通常已经摆脱了对外界认可的渴望 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奢侈品来证明自己的成功 而是通过个人的成就 贡献社会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价值 第二部分 财富的心理学 低调的内在需求 财富和幸福感之间的微妙平衡 有趣的是 很多研究表明 财富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尽管财富的增加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活质量 但它并不会无限制地增加幸福感 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当一个人的年收入达到约7.5万美元时 更多的收入并不会显着增加其主观幸福感 这表明 当基本需求被满足后 金钱并不是决定幸福感的唯一因素 低调的智慧 低调富人的心理状态 往往更加平和 庄穷的行为背后 反映了他们 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外部的物质 来验证自己的价值 他们明白 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心的满足 而非外在的认同 此外 低调还能帮助有钱人 保持更加真实的人际关系 对他们来说 庄穷可以筛选出那些真正关心他们的人 而不是因为财富而接近他们的人 从心理学角度解释庄穷的智慧 根据心理学家托马斯 据斯坦利的研究 真正的富人往往更倾向于节俭和低调 他们通常不会通过显赫的生活方式来展示自己的财富 而是选择将更多的资金用于长期投资 这种行为背后体现了他们对财务安全和独立的深刻理解 斯坦利的著作 林家的百万富翁指出 许多百万富翁的生活方式实际上非常朴素 他们不喜欢炫耀财富 因为他们更关注的是财富的积累和传承 而不是短暂的享乐 第三部分 庄穷与财富积累的逻辑 节俭与长远的财富管理 低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 它背后还隐藏着严谨的财富管理理念 许多富人选择装穷 因为他们知道 过度消费是财富的最大敌人 富人明白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 而是需要长期管理和规划的资产 为了避免被奢华的生活方式所吞噬 他们采取了更加节俭的生活方式 这不仅帮助他们维持财务的健康 还能为未来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 数据分析富人的消费行为 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 超过60%的亿万富翁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普通品牌 而非奢侈品牌 更有数据显示 很多富人对奢侈品的兴趣较低 他们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能够带来长期回报的项目中 如房地产 股票或企业 经济学家们解释 这种行为模式是地眼满足理论的体现 地眼满足指的是放弃眼前的享受 追求未来更大的收益 富人选择装穷和节俭生活 正是因为他们明白 财富不是用来炫耀的 而是需要通过合理规划来增值 第四部分 装穷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社会角色的隐姓期待 在许多文化中 富人常常被社会赋予了施主角色 他们被期待为社会提供帮助 资助他人 这种社会角色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压力 有钱人选择装穷 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承担这些额外的责任和期望 低调是成功的标志 在某些商业圈子中 过于炫耀财富 反而会让人产生反感 很多企业家和投资者认为 低调才是真正成熟和智慧的标志 过度炫富的人 常常被认为是不稳重 不成熟的 而那些低调行事的人 则更受尊敬和信赖 例如 沃伦 巴菲特 这位被誉为股神的投资大亨 至今依然住在他几十年前买下的房子里 他的低调不仅仅是个人风格 更是他商业哲学的延伸 注重价值投资 而不是短期的财富炫耀 第五部分 庄穷对普通人的启示 普通人也可以借鉴富人的低调智慧 虽然我们并不都是亿万富翁 但有钱人装穷的智慧 对普通人来说同样适用 低调 节俭并不意味着放弃追求美好的生活 而是意味着理性的对待财富 避免被物质所奴役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 真正的幸福并不依赖于物质的多少 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满腹和生活的平衡 过度消费不仅不会带来长久的快乐 反而可能让我们陷入财务困境 而低调和节俭 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自由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财富的真正意义 有钱人为什么爱装穷 因为他们明白 财富并不是用来炫耀的工具 而是一种实现个人价值 追求自由的手段 低调生活让他们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扰 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和内心的满足 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 真正的财富 不在于你拥有多少 而在于你如何选择生活 低调和智慧 是有钱人装穷背后的真相 而这种智慧 对于每一个想要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人来说 都是值得深思和学习的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帮助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低调智慧或者说出您的想法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随缘加入会员 与志同道合者共修基辅 欢迎大家使用超级感谢来留言斗内 小额赞助 你们的留言我都会堪忧 最后请积极分享 点赞这支关于正能量的影片 让正面思维在宇宙中迅速扩散 不仅帮助了别人 也让自己受益 种下智慧种子 功德无量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